我們應該格式的不是排名 而是這個號碼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設定格式化條件來做的話 一請你先選選擇什麼呢 選擇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那我們剛剛是選排名對不對 所以請你改選什麼 選號碼 CTRL-SHIP向下 這個範圍是我要格式的 那你的條件在哪裡 重新指定 所以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用公式來決定 那意思就是說你要格式化的條件呢 是根據什麼 根據那個1欄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12 這邊輸入12 那12指的是從12開始 那我們這邊有個範圍 它會同樣的往下走 等到這個條件怎麼樣呢 當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設定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就是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 OK 那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跑是跑這裡 可是我是格式化這裡 OK 這個概念應該有啦 所以按確定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跑是跑這邊 但是 格式化是格式化這邊 那12指的是從12開始 去往下針對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範圍有多大 它會從12跑一樣的範圍 所以它會從12一直跑到哪裡呢 跑到最後一個 143 那就停止了 那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說它裡面的數字 假如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格式化 我現在這個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是不同範圍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公式的方法 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懂這一招的話 很多東西是做不出來的 因為它預設的就是 你格式化的跟你的範圍 是同一個範圍才可以喔 所以公式 好像前面我們也用過 用過那個日期的部分 有沒有 不過日期好像是 是相同範圍 OK 那這邊順便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產生後面 總共有 五個按鈕 這五個按鈕是做什麼呢 第一個按鈕 我先按清除 清除指的是什麼 幫我把 BCDE 不過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也許我先把它拿掉 因為我等一下會用其他的方法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規則先拿掉 OK 那我希望做出五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是清除 第二個按鈕是 樂透彩按下它 剛剛的所有動作 全部完成 那怎麼做喔 基本上很簡單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幫我把 B 欄裡面的資料 放這個公式進去 那如果裡面呢 有列號的部分的話 幫我改成 I 有沒有 那 C 欄的部分的話 一樣 D欄 有列號 改成 I 排名 一樣 有列號 改成 I 所以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其實非常簡單喔 如果你懂得 如何動態的去丟公式的話 這個前面還有講過 樂透彩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B C D E 分別放後面的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哪裡來的 就剛做的嘛 貼過來就好了 所以這一招 還蠻方便的喔 如果你要虎虎人的話喔 真的很蠻容易就把人家給虎住了 為什麼 哇 一下子 資料全部都完成了 其實沒有啦 裡面其實本來公式都做完了 只是說你把它更新了一下而已 OK 另外清除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塞空置串進去 或者用什麼呢 用 B 2 到 1 的最下面一列 點 Clear Contents 有沒有 清除內容 點 Clear CL Fence 這邊就有 你就是啊 兩種方法 上面這個方法是 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慢慢清除 相對的喔 感覺會比較慢一些些啦 不過還好 資料不多 感覺不出來 未來如果資料多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用下面的方法 可以把它 Clear 清除 有沒有瞬間就清掉了 再來的話 如果要設定格式化 剛剛是用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做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按一下這個按鈕 VBA怎麼做 其實喔 也可以嘛 你就是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我的一欄裡面的值 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幫我把同一列的A欄裡面的底色 換成黃的 字變成紅的 前面好像都講過嘛 換字跟換底色 那做一次給大家看 按下它 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 那其實效果跟剛剛設定格式化條件差不多 只是一個用VBA寫的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然後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如果 如果 1欄 小於等於7 那把 A欄的 字型 換一下 底色 換一下 有沒有發現 寫來寫去好像都這些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程式 都有一個共通性 反正就是回圈 邏輯判斷 大概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了 為什麼都這樣寫 因為 第一個 符合大家的需要 因為 程式如果太複雜 你們學起來一定會 非常的痛苦 你不要今天寫這樣 明天又寫那樣 然後寫來寫去 最後還是記不起來 最好是有沒有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很快的把東西寫完 最好 而且不會出錯 然後又可以達到提高效率目的 ok 那第二個清除 清除的話一樣 前面講過 你就把什麼 把那個字改成黑的 底色變成沒有 這個前面講過 最後一個是什麼 前七名 其實最好是吧 你這樣子告訴我 我不是還要再往下捲動 還要12號 還要拿一支筆 就把它抄下來嗎 最好怎麼樣呢 我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把前七名幫我列在這裡 前七名 有沒有 列出來了 就這些號碼 很方便嘛 所以最好 就是 如果你要知道 到底這兩年 哪些號碼出現機率最高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樣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你把 這邊的號碼 搬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這個寫法跟剛剛那個格式化有點像 有沒有 4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的列 那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排名 如果它的排名裡面 小於等於7的話 剛剛是設定格式對不對 現在不是 現在把它的A欄 搬到這裡來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把它搬到這裡 可是問題喔 我怎麼知道這裡是第幾列 所以 一樣喔 剛剛不是有個K嗎 K等於多少 預設值等於多少 等於2 當我搬一個之後 再把K等於什麼 K加1 比較好了 加1之後呢 它本來第二列對不對 那就加了1就變3 所以又會寫在這裡 等於4等於5 我就是這樣寫囉 所以你會發現 我的程式寫來寫去 很多地方都一樣 我大概都用同一招 差不多 寫來寫去 盡量不要寫太複雜 試一下 按下它 全部列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 之前大概都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K等於2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我要搬到 現在指定 剛剛有才寫過而已 OK 意思就搬過去的 等於2 然後呢 For I等於 這個一樣 如果 這個也一樣 這個把它搬過去 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A欄的A 有沒有 I列的東西 搬到什麼呢 F欄 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呢 哪一列呢 因為我從2開始 所以我就直接先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 放過去之後 那K再把它加1 加1之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OK 所以前七名的寫法 是這樣 來 最後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地方 那這個程式應該不算太冗長 盡量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最好是 自己 動手寫寫看 可以先貼 然後先Run一下 確定沒問題的話 自己再打一下 如果你全部都可以 出入 做完 成功的話 再真的還是要找機會 把它Run到熟為止 這東西啦 技能我剛剛一直強調 真的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我比你更熟練 我就是 比你動作更快 做完之後 當然你 又熟練之後 你將來要做更複雜的變化 相對的 你會比別人來得更順利 其實這些東西 還是真的要靠一些範本 再來就靠經驗 如果你有範本 剩下就是經驗 經驗怎麼改 以後 真的你想改什麼 自然而然就很容易 就改出你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些東西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我是覺得 VBA所帶來的 工作上的成就感 真的是 真的是還蠻大的 因為很多東西 我寧可花時間去想 成是怎麼寫 所以真的我也不願意 塗把鏈鋼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樂透彩 後面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試著做做看